香噴噴鹹酥雞 是不少人宵夜最愛 但庶民小吃居然價格貴爽爽 有網友在外送平台 點了九百多元的鹹酥雞 結果拿到手 只有一盒加一袋 盒子還沒裝滿 似乎只有一半 讓網友傻眼抱怨 是物價漲還是太久沒買變太貴 太貴了 怎麼說 沒錢 沒很多 我是覺得應該 差不多兩百五左右 打開訂單點了鹹酥雞 魷魚 雞皮 雞蛋豆腐半盒 炸肥腸 皮蛋 雞屁股 加上運費結帳共九百五十多元 原本以為應該很澎湃 沒想到料少又超貴 網友回應外送被抽成 本來就比較貴 這個價格結帳怎麼按得下去 九百多元可以直接吃餐廳 可能價格不是問題 是份量太少的問題 我本來預計是三個人要吃 可是送來之後 只有一個人的份量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花那麼多錢 我到底為什麼 被抱怨貴桑桑的鹹酥雞 在高雄湖內區 當時業者低調不回應 但Google評價一顆心 被反映老是少份量 很好吃 看到份量有點疑惑 價格和份量 似乎不符消費者期待 九百多元的鹹酥雞 每吃一口都荷包失血 記者蔡雙杰 森軍小組 高雄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叫鈴鐺喔